从下星期二起,政府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之前宣布的简化版安全管理措施将正式生效 工作小组指出,接下来几个星期,一旦情况允许和医疗护理领域的工作量放缓 我国预计可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 来看记者洪宝林的报道 政府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表示,过去一个星期,本地每天新增确诊病例已逐渐减少 不过,医院基本护理和冠病治疗设施的使用率依旧维持在高水平 虽然如此,情况正在稳定中 工作小组认为,目前是简化安全管理措施的时候 为进一步安全恢复正常活动做好准备 简化后的五大安全管理措施分别是 一、社交人数维持在五人 每户家庭可接待的访客人数从一天五人改为一次五人 二、无论室内或户外都得继续戴口罩 三、能回返工作场所的员工维持在50% 四、只要戴口罩就不强制维持安全距离 五、根据场地容量来决定能出席活动的人数 只要明白你,而且记得这些措施的话 我们就能够尽我们本分去帮忙大家 帮忙大家抵抗这个疫情 当这个做完过后 如果继续的我们的一波病例继续的下降 在我们的公共医院里 我们的这个病人人数会减少 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放松 那时候会几时呢 也许两个星期、一个四个星期 那个要看情况而定 在体育活动方面 从下星期二起 团体运动将根据早前的安排 可允许最多30名 已接种疫苗者在指定的体育设施参与 客工宿舍的防疫措施将放宽 从下个星期二开始 使用客工休闲中心体育设施的人数 群聚人数以及活动等将同社区一致 这意味着只要完成疫苗接种的客工 多达30个将能够同时使用客工宿舍 或休闲中心的体育设施 平时获准到社区活动的客工人数 将从目前的3000个增加到15000个 周末和公共假期的人数 则会从6000人增加到3万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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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